为兔子挤牛奶 主客人出优 农场主人可不敢怠慢 因为一行十几个人的采线团 各个可都是代表着 几亿商机的主客服委会成员 由各家公司的营业额 各家公司的这种 这个business当中提出来 给这个服委会来使用 那一年的这种 这个园区的产值 如果是以过照来讲 最起码这个福利金 有四亿以上 十亿以下 主客人的商机 只有周边店家才分得到 不过主客每年破亿的 福利金大饼 可是让全台业者摩拳差长 主客登记厂商一共384家 员工人数就超过11万 每一年按照比例提拨部分收入 当员工的福利金 将近400家的厂商 就有10亿左右的福利金大饼 目前员工的需求 都非常的多样化 所以在一个农场里面 怎么样多元化的经营 还有多元化的一个活动项目 让员工一天进来 可以进行半天或一整天的活动 这样的一个内容都非常的重要 主客还自行成立联合福利金委员会 负责从每年的庆生会 员工日三节礼品 到员工旅游 让全台业者无不孝想抢尽 每个公司在编列年度预算 大概都是会在第四季 所以如果是有国内的厂商 希望跟园区 或者说各个公司的福利会联系的话 我想Q3就是第三季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间点 联合福利会跟成立的彩线团 要为员工旅游抢线探路 背后将近10亿的观光商机 也难怪旅行社业者们要纷纷卡位 民事新闻叶新凯新竹报道